为了布局立委选举蓝绿阵营都有计划要推出这运动骑兵 包含了国民党想要传出有意争招 女兰名将钱维娟来角逐新北市的立委席次 据民进党部分锁定了巨炮赵世强 希望能够让他在台北市大安文山区吸引年轻族群 据钱维娟本人他手机关机没有回应 而赵世强则说他还要喊家人来沟通一下 刚从国态女兰退休转战教练成为国态女兰助理教练的钱维娟 被媒体爆料他有意接受国民党的征召选立委 钱维娟的好友立委黄志雄透露钱维娟还蛮有意愿的 如果他有意愿那他就必须要很多的一些工夫来去基层 才会有一个机会 国民党为了布局立委的选战 尤其是在新北市的卢州跟五谷地区 是一个绿大于蓝的传统的绿军票仓区 那蓝军希望靠着钱维娟的形象好 跟人气旺拉抬国民党的票数 而民进党也是在一个月前跟巨炮赵世强开始接触 希望他代表民进党在台北市大安文山区 能够赢得一席令委的席次 赵世强说这两天会召开记者会表态 他的家人还没有同意他参选 国民党针召的钱维娟40岁国手出身 有漂亮宝贝之称 那么曾经荣获十大杰出女青年 是台北体院硕士毕业 赵世强50岁棒球国手出身 有微笑乔治的美誉 曾经是中华职棒魏群龙跟成泰太阳队的总教练 中国文化大学毕业 目前从商开运动用品店 他同时也经营美食餐馆 及咖啡馆的生意